今天老亨特看到一个地狱笑话 有网友将俄罗斯坦克称之为 全球最绅士的坦克 原因是当它被炸之后 总是会向敌人托帽致敬 这里的托帽致敬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飞头 在一场乌克兰战争中 双方的坦克炮塔都飞出了各种姿势 最远的甚至能达到50米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这些坦克的炮塔会飞出去 是所有的坦克被炸后都是这样 还是说这门飞头绝技 是俄系坦克的专属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提起俄罗斯坦克飞头 很多人可能会归功于 西方援助的反坦克武器 认为是他们将俄罗斯坦克炮塔掀开的 但实际上无论是标枪也好 还是NLAW也罢 他们作为单兵可携带的武器 本身的重量就不会太大 再除去导弹自身火线推进部分的重量 他们的战斗部炸药不会很多 即便是采用攻顶模式 袭击坦克防护薄弱的部位 但他们爆炸的威力仍不足以将炮塔掀开 因此有不少北约军事专家将俄系坦克飞头的行为 规则到坦克的自动装弹机头上 因为俄系坦克的弹药是放在坦克正中间和成员在一起 而北约的坦克的弹药都放在尾舱内和成员分开 只不过在老亨特看来 俄罗斯的自动装弹机也不能完全背锅 首先当初苏联设计师在研发转盘式全自动装弹机时 就考虑到了成员的安全问题 所以转盘式全自动装弹机的弹舱 被安装在了车体内的地板上 位置非常低 敌方坦克主炮很难直接命中这个位置 而且转盘式全自动装弹机的弹舱 还处于车体中央的核心位置 周围有车体和炮塔装甲 以及发动机的防护 除非是敌方反坦克弹药击穿炮塔顶部直打底部 或者敌方反坦克地雷引爆击穿车体装甲板 才有可能引爆转盘式全自动装弹机 弹舱内分装的弹丸和药桶 这种设计也为坦克带来了不小的身高优势 而这也是苏联时期一贯的设计理念 他们在设计坦克的时候 就没有像西方那样一味增加装甲厚度和车体尺寸 从而导致战斗权重飙升和被弹面积增大 反而继续将减薪战斗权重和缩小车体 以及炮塔尺寸 作为提升生存力的主要手段 比如T64主战坦克 之所以要采用转盘式全自动装弹机 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取消装填手 以便大幅度降低炮塔高度 甚至比前一代T62中型坦克的整车高度还要低不少 战一来 其正面和侧面装甲的暴露面积更小 无论是在快速运动进攻中 还是进行防御作战 暴露面积更小的T64主战坦克 对阵西方国家同时代的M60 酋长 AMX30等主战坦克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另外整车高度降低 也使得T64主战坦克的火线高度更低 射击稳定性也有所增强 但同样由于俄系坦克本就体型较小 在车体以及炮塔内部空间 已经非常紧凑的情况下 其第三代主战坦克 也很难再实现成员与弹药之间分离的隔仓化设计 更何况T64主战坦克开创先河的转盘式全自动装弹机 也被后续的T72、T80以及T90继承了下来 形成了一脉相成的局面 后续研发成功的三个型号 也都未能采用隔仓化设计 后来随着反坦克导弹的开发 DI车身反而失去了最初的优势 这种从天而降的打法 可不管什么正面侧面 就照着坦克最脆弱的头部攻击 视频的中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亨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 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而且由于俄系坦克 为了保障炮弹充足 除了在装弹机内携带22枚弹药之外 车体的其他地方也分别储存的有弹药 这就大大增加了弹药训爆的机会 原本俄军如此设计的原因 是为了增强坦克的持续作战能力 但这种分布在车体内的弹药 却是没有任何防护的 甚至有发射药就安装在油箱旁边 这些放置在车体内部的炮弹 非常容易被侧面击穿的金属射流引爆 对于那些弓顶的反坦克导弹来说 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命中区域 再加上素俄在坦克灭火异爆系统的研发上 落后于西方 甚至长期使用反应速度慢 可靠性较低的热电偶作为火星探测器 而西方很早就开始使用 更加灵敏可靠的光学探测器 所以西方主战坦克灭火异爆系统的反应速度 可达毫秒级 而俄主战坦克灭火异爆系统的反应速度 只有秒级差距相当大 同时早期俄系坦克普遍使用的是 老式的导管式灭火瓶 喷射速率较慢 只能起到燃烧后自动灭火的作用 而无法抑制火灾发生 所以才导致了比较严重的火灾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俄主战坦克的车体内弹药被引爆起火 进而引爆仓立的大量弹药 灭火异爆系统又未能及时做出反应 那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炮塔飞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 飞头这种事件并非俄系坦克的专属 无论是美军的M1还是德国的爆2 都有飞头的时候 特别是爆2 由于其内部车体弹药同样乱放 且没有装甲保护 一旦大规模投入作战 飞头的概率恐怕并不会小多少 至于美军的M1坦克虽然也有一些飞头案例 但其总体数量却很少 主要原因除了车体内部弹药数量较少之外 其较为优秀的灭火异爆系统也是关键 比如反应速度极快的光学传感器 和自动触发的直喷式灭火瓶 在几十毫秒内就能完成对起火点进行扑灭和降温 达到直接异爆的效果 另外美军坦克并未采用自动装弹机 而是人工装弹 这种坦克的弹药在炮塔尾部 而且弹药和坦克成员之间还有一道防火门 因为坦克尾部的装甲比顶部要强 这几个因素都使得坦克在遭到弓顶武器攻击之后 训爆的概率减小 这种坦克即使发生训爆 爆炸的冲击波也会从尾部泄压炸出去 做到最小限度的伤害成员 好在到了T90这一代 设计师深刻意识到了 随便放置炮弹和发射药的安全隐患 将车内的弹药储存规整起来 并仿照北约坦克 在炮塔尾舱处额外放置了10枚炮弹和发射药 同时他们的摆放也像M1坦克那样 全部弹头朝后 一旦这些炮弹发生训爆 原本用来取弹药的舱门就变成了血压门 让炮弹训爆的能量从这里快速向上释放 进而保护车内成员 除此之外 在最关键的灭火异爆系统上 俄罗斯在后来也进行了改进升级 至于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那么多的坦克飞头事件发生 主要可能是缺少足够的经费 对坦克部队进行彻底改进导致 到了视频的最后 老亨特终于找到了一位 世界上最不可能训爆飞头的坦克 他就是STRV-103 至于原因嘛 大家看他的长相就会明白 什么叫无欲则刚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